密集的話其實也蠻容易的 這個就是兩個按鈕 怎麼做兩個按鈕應該還記得吧 就簡易複習 先開啟開發人員 所以其他命令裡面的制定功能區 把開發人員打勾按確定 然後把這個找到錄製聚集 那一樣要先彩排 還記得吧 反正三個動作 一 油標先放在B2對不對 然後油標放上去打勾 然後第三個動作快點兩下 有沒有 OK 再把它錄下來 那清除的話呢 就是油標一樣放B2 然後Ctrl Shift向下 Ctrl Shift向下這個組合鍵 我是建議一定要記 因為如果你不用Ctrl Shift向下 你說老師我用這樣選可不可以 其實你會發現錄下來 雖然這個地方執行是一樣的 可是將來如果底下資料會增加的時候 你會用Ctrl Shift向下 它會自己向下 可是如果你用選取它就固定了 所以錄製的時候效果我覺得 所以假設你用這樣滑鼠選 效果比較不好 因為它固定這個範圍 那如果Ctrl Shift向下 它將來會去偵測 你的A欄有沒有多的資料 它會自動去 如果增加會往下 如果減少它往上 我覺得會比較OK 所以按Delete就清除了 所以你就把錄製 這個比較簡單還記得 錄製聚齊 所以你就彩排過之後 OK了 然後就開始錄那兩個 比如說第一個 我就錄製那個聚齊 然後聚齊名稱的話也許就是 叫 瓜糊自串好了 後面加一個聚齊 去做個區隔 按確定 你按確定的時候 其實它會在VBA裡面增加一個模組 然後再加一個Sub 其實跟我們自己手動寫一個VBA 差不了多少 這個事情它自己幫你做 所以你待會按確定之後 它會自動幫你在那個什麼 在VBA裡面先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模組裡面會加一個Sub OK 它會自動做 所以你不用去擔心 然後再來1.1游標放這裡 2打勾 3快點兩下 這樣OK了 不要多做 然後停止掉 那清除的話 就是再來一次 錄製 然後這邊叫清除聚齊好了 因為之前的案例是 都叫清除 好像會重複 所以叫清除聚齊好了 OK按確定 好 那一樣1.1游標放這邊 2的話記得快速組合鍵 Ctrl-Shift向下 然後3按A 這一次 OK 好 那這樣就解決了 解決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到 記得要停止錄製喔 OK 停掉 然後再到聚齊裡面看一下 有兩個 有了 OK 然後執行它 有了 然後再來清除看一下 有了 那有了之後的話呢 再來就插入按鈕 按鈕的話這邊 插入一個按鈕 這個按鈕的話就是這個 然後把這個名稱呢 複製之後放到這邊來 這樣就一個了 第二個的話呢 再插入按鈕 不過我建議喔 如果第二個我的習慣是不重做啦 因為大小如果要跟這個一模一樣很難 所以我就直接乾脆拿這個複製它 直接貼到底下 利用它去做修改 那改的方式很簡單 如果我要把它改成叫做清除聚齊的話 那你就複製一個就按右鍵喔 然後把它重新指定它 它叫清除聚齊 然後呢把名稱呢 給複製之後呢 重新再貼到這個按鈕上面的名稱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聚齊錄製的動作了 按一下它OK 然後清除它也OK 那就完成 所以其實錄製聚齊倒也蠻容易的啦 那我是建議將來 如果你有一些重複的動作需要 讓它每次都重複做的話 那你不妨喔 可以利用錄製聚齊的方式 把那個動作給記錄下來 然後呢再增加按鈕 那這件事情就解決了 不過呢我建議啦 你錄完之後還是要看一下 到底你錄了什麼在哪裡喔 因為這才最重要 不然的話你不會進步耶 因為錄完之後假如你換一個地方 發現又不能錄的話 那你要改裡面的程式 那可是問題怎麼改 我是建議喔 一樣之前有跟各位講過 如果我想知道這兩個sub 這兩個聚集 它程式寫在哪裡的話 這邊有個編輯 那前面講過喔 這個編輯實際上喔 就是呼叫video basic 所以其實你從這邊 或者直接去點這邊 其實結果都應該OK 那它基本上的結構我剛剛講過喔 它會幫你先建議一個什麼呢 這個先放大一下喔 那我是建議你字先放大 工具顯像撰寫風格喔 先把字放大到14好了 OK喔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浮動在上面 它基本上會幫你先在這邊呢 先新增一個什麼 新增一個模組啦 有沒有本來這邊是沒有模組 所以當你錄製聚集的時候喔 它會先做一個動作 插入模組 然後呢再幫你產生一個sub 這個sub後面就是你的聚集名稱的 有沒有 那它結束就是在這邊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這個是第二個 有沒有兩段嘛 那就是兩個sub 所以它把這兩個sub 通通都放在這個模組裡面 OK喔 所以它的結構可能要了解一下 那最後的話呢 你們可能一樣啊 就是跟我們之前練習一樣 就是加上註解 比如說第一個註解什麼 1 單引號開頭嘛 然後游標放在什麼呢 B2儲存格嘛 所以你就是 然後這個一樣嘛 所以跟之前那個練習有點類似喔 就是 就是 類似像這樣 這個就是加個註解 開頭一定要是單引號 然後這樣的話呢 你會發現 剛剛做的動作就一目了然 三個動作嘛 有沒有 1儲標放B2 2的話就是輸入弓 輸入弓是它前面你可以多打 就是說 儲標 剛剛已經放B2了 所以我就 上面打個勾嘛 資料邊也打勾啦 等於就輸入弓 然後向下填滿的話 就是 空點快點兩下 就向下填滿 那底下這個一樣 所以呢 清除去期的話呢 這個應該一樣 可以拿這個 有沒有 然後 2的話呢 就Ctrl-Shift向下 所以這個2 Ctrl-Shift向下 3的話就按Delete 有沒有 所以你就分別把後面的把它填上去 那就完成 這個 聚期 的基本步驟了 OK 所以呢 往後 如果你要產生 這個聚期錄取的動作的話 基本上不外乎就是1 反正就是先把開發人叫出來 OK 然後呢 在錄製聚期之前先彩排 那彩排過之後 按錄製聚期之後 123 然後就完成了嘛 然後呢 再清除一樣123完成之後的話 再亂亂看 那弄完之後呢 再利用插入按鈕 產生兩個這個按鈕之後呢 那最後呢 再利用編輯 找到你的那個 這個程式放的位置 那並且加上註解 OK 那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錄製聚期的動作了 OK 應該跟前面差不多啦 只是說我們這個整個把它串在一起 一次就把它講完了 OK 所以往後的話 我是希望說 你可以多練習 反正就 只要以後 Excel裡面有類似 你需要重複的動作 你就把它 重新錄製 再重新 再把它跑一下 那切記喔 這個 註解喔 盡量還是把它寫清楚 因為這個註解 如果沒有寫清楚的話 將來你回頭看喔 你如果沒有註解 跟有註解 應該會差異非常的大 OK 除非說你本身對程式非常了解 你應該沒問題啦 可是如果假如你對程式完全沒什麼概念 初學者的話 那還是強烈建議喔 你可以多多去加上註解 那加註解的同時喔 盡量也稍微看一下底下的程式嘛 你會發現喔 它其實有蠻固定的規則 前面一定是哪個物件 後面一定是哪個方法 有沒有 有點像一個主詞一個動詞嘛 什麼東西做什麼事情 那以後如果你要控制那個畫面上面的東西 反正你要知道什麼物件名稱 在什麼位置 做什麼事情 有沒有 OK 那其實它就會按照你要做的事情去幫你做了 所以其實程式就是說 有點像是 怎麼樣 一個很多的命令 把它全部集結在這個sub裡面 你第一步要做什麼 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第五步 OK 然後它就按照你的整個步驟分別完成 那如果裡面有重複性的事情的話 那你就可能寫個for回圈就好了 有沒有 回圈 有件事情喔 你就做 但是它重複做 你跟它講說重複幾次 它就一直幫你 重複完之後 就結束程式了 OK OK 甚至每個程式也可以把它 什麼 就是最後 程式也可以全部串在一起 也可以說你不只 執行一個sub 你可以執行多個sub OK 那可以做得非常的複雜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這是一個 開頭吧 OK 如果你有這個概念的話 那慢慢後面應該就好解決了 OK 所以錄製聚集的部分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VBA 怎麼樣再進化到VBA 這個是錄製的吧 所以這個應該 這個注解我把它加一下 這個叫Ctrl 加shift OK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 把那個聚集的部分完成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VBA 那VBA的話呢 就是自己要寫 那當然呢 上個禮拜有講了幾個方法 不外乎就是輸出公式 有沒有 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輸出的不是公式 就是最後的結果 因為如果假設你輸出一堆公式的話 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這裡面每一個都會 很多的公式在裡面 那當然相對 如果你按儲存的時候 它就會把這一堆公式存在檔案裡面 那怎麼樣 如果你公式的廠會浪費空間 因為每一個除了一堆 那這些東西的話 它紀錄一定會浪費空間 所以如果假設你不是公式 而就是最後的結果 像這個空的如果沒有 它就不存任何的資料 那也就不會產生 那個什麼 這個檔案的那個空間浪費 那這個怎麼做 我想請各位先試試看 先把錄製聚集的部分先完成 那待會再來看VBA